上個星期我們終於等到九位的反彈 我個人覺得有機會是一個轉世的開始 人行在2月頭都有一個降準 降準到0.5% 其實上年來講都是降準兩次 兩次加起來都是0.5% 一來就是0.5% 我想這些東西人行放水的意圖都很明顯 證監會副主席都有一些記者傳媒的回答會 其實你看到他都說要保護中小營投資者 我覺得整個氣氛改善的幅度其實都很大 我自己就覺得港股在這麼便宜的估值之下 如果稍微有些信心和市場的錢一多 其實港股的反彈就算淡有平倉 我都覺得反彈力度應該都很大 而且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做得到 那星期我就會看阿里巴巴 第一件事我覺得自從上次1加6加N之後 其實阿里巴巴都相對之下比較弱勢 但其實阿里巴巴在美股那邊 大家要留意到美股其實美股挺強勢的 很少見得到其實你看到馬雲 蔡宋遜那些都開始有增持 因為對上一季 大家還可能都在說馬雲不會減持 其實你出來後原來他們是增持的 其實在這些位置出了一些好消息 其實我自己都繼續看好就是阿里 阿里的話我自己就看二零六八七 八十三個零五的 八月底到期 實際上是五倍多 因為我自己看阿里 我覺得它相對之下 如果在一些相對低位之下 對上的業績又不差 還有管理層也有增持 加上整個港股氣氛的確改善了 我自己都覺得這一段時間 應該多點留意一下那些港股